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讯法视频 从今天开始呢 我再给您讲解一个新的软件 什么软件 大家请看啊 Git 那什么是Git 咱们先看一下 我就Git这个软件的定义啊 Git呢 它是一套程序原代码的分布式版本管理系统 它最初呢 用于管理Linux核心代码的开发 后来呢 被多刊工程所采用 现在呢 已经成为互联网协作开发标准的原代码管理软件 很枯燥啊 这个定义非常的枯燥 总的来说 Git是个什么东西 它呢 是咱们项目开发过程中流程 再加原代码管理软件 它不光是管理代码啊 它其实更加的管理咱们项目的开发流程 好 咱们先看一下Git的竞争对手啊 竞争对手有这么几个 首先说 SVN 我是这么想啊 我是这么认为啊 呃 如果说您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没用过Git 那么您肯定用过SVN 为什么 很主流吗 而且这个SVN比Git简单很多 概念呢 也不像Git那么丰富 但是呢 对于小公司 小团队来说 SVN的开发真真正正是足够了啊 而且呢 现在又有一套这个Windows下的GUI 叫做这个乌龟 Tortus SVN 那更非常的好用啊 所以您如果这个项目不是很大 团队人呢 不是很多 我呢 其实很推荐您使用SVN 哎 不是 现在讲的Git 好 这是后话咯 咱先不出SVN啊 咱们今天主要讲Git 啊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工具 叫CVS 这个非常的古老啊 在这个Eclipse时代 早期时代用它 现在呢 几乎没人用啊 还有一个叫做这个Mercurial 这个在咱们国内呢 应该不是很普及 所以呢 咱就不再讲它哦 好 咱们先看一下Git的官网啊 Git-scm.com 好 咱们现在打开一下官网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的官网啊 非常简洁啊 它说什么 Git它是个免费开源的 分布式的版本管理的系统 分布式 什么叫分布式呢 咱们一点点说啊 我在这条课程中呢 会给您完全的讲明白 Git的使用方法啊 好 咱们看完官网之后 再看Git的安装 是这个下载网址啊 咱们再回到刚才的官网 就这个地方 因为我现在是Windows嘛 所以它推荐我下载Windows 当然了 它还包括Mac 包括Linux版本都可以啊 都没有问题 您呢 选择一个您需要的版本呢 下载安装就可以 安装的步骤呢 我就不给您说 稍等 你看我这正在下载 我给它取消掉啊 因为我的本机已经下载完 好 咱们现在看一下 最新版本是 18年1月22号 2.1.6.1 我现在装的比这个版本 稍微老一个版本啊 不过应该变化不大 好 咱们再看啊 Git的初运行 您刚才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运行 怎么运行呢 稍等啊 我这敲错了 我这客件敲错了 不好意思 应该是GIT 好 怎么运行 咱们试试啊 您下载完 然后安装进去之后 不管是Mac还是Windows呢 其实运行方式都是完全的一样啊 打开您的控制台 然后敲啊 敲什么 看我写了 Git version 什么意思呢 先看一下Git的版本号啊 我看一下 Git version 稍等 回撤 大家请看 我现在用的是2.15.1 刚才的最新版本是2.16.1 其实迟运不大 在哪呢 这有一个release note 咱们看一下 是说在这个克隆的地方 这不管了 反正应该是增加了一点小的机能啊 应该跟咱们这次课程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好 咱们再看啊 Git其实它有一个在线的体验的程序 或者叫做服务吧 在这个地方 咱们呢实际打开看一下啊 大家看 就这个地方 学习Git呢 用你的浏览器 然后呢免费可以试用 在哪 就这地方 Git 我觉得这个Git初学者朋友啊 我非常推荐您点击一下 然后实际上呢 按照它的这个操作呢 跑一遍 Git的总体的本地开发的流程 非常简单 看比如像现在这个地方 他说是15分钟之内呢 就能够学习Git 然后他让你敲Git NIT 在那里敲NIT 对吧 然后呢 按照他的一步一步呢 进行操作 他这个教学 官方教学流程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可以说不用我做这套视频 您就能够 根据他就能够学明白啊 咱不吹他了 回来 然后咱们再说一下 为什么Git那么火 因为采用Git的云服务啊 真的是功能太好了 太强大了 太便于大家一起协作了啊 那么咱们说一下 采用Git云服务的服务都有哪些 咱们看 我现在知道的 也不知道 就相对比较有名的吧 有两个 一个是GitHub 这不用说了 这是程序员之家嘛 对吧 大家肯定都会用它 不管是学习 还是从上面找一些个自己的代码啊 以前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我叫做SourceFog啊 但是那个东西感觉现在真的是走下坡路了啊 然后再看 还有叫做这个GitKit 这是开中国的Git的代码托管 其实我在国外的话 一般用GitHub 可是我现在因为是做这个汉语的教学课程嘛 免费课程 那么呢 我就用国内的Git 为什么呢 国内朋友下载比较方便 如果是用GitHub的话 有可能在国内被强调啊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说下我今后做这套Git视频的计划啊 首先和以前我做其他的视频一样 每个视频呢 只包括一个知识点啊 然后尽量控制在五分钟 我现在这五分钟不安保了 一般控制在八到十分钟吧 但Git应该不会这么花时间 然后呢 每个视频呢 给你讲一个知识点 尽量给你讲明白啊 然后呢 我的原代码呢 会放到开中国的服务器 现在叫做Git 欢迎您呢 下载学习 让我的视频呢 都会放到优酷和YouTube的频道 也希望您呢 能够观看订阅我 好 以上呢 就是我的Git视频的第一期 今后呢 还要再分十几期几十期吧 咱们来讲解一下 这个Git的使用 好 那么期待与您在下的各个视频中 再见吧 拜拜